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歇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E2011年PayPal1第8條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The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 A 負4 6 A is rotated anti-cordwise about origin O through 90 to B M is the midpoint of AB 即是說M是AB的終點 不如我們做一擊破 先做APAC 它叫你find the coordinates of M 好 事不宜遲 拿張單看紙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很先進 我按過按鈕 題目都出來了 而我亦都放了一幅圖 節省時間 不用來揭去 首先我畫了一幅圖 其實你當日考試 都要自行畫這幅圖 那怎樣畫呢? 首先我畫十字架順序得夠 上課堂也知道 畫XYSS 然後按著它的描述 它描述了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它有兩個描述給你的 第一個描述就是這裡 不如我拿黃色的螢光 描述給你吧 它第一句描述是什麼呢? 就說A點是Anti-cordwise的rotate 即是逆時針方向轉 就沿著O去轉 轉90度去到B 所以你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至於第二個問題 我用橙色的螢光筆highlight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 就是它有提及過M點 就是midpoint of AB 所以你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怎樣解決呢? 沒有的 首先A點在哪? 就是-4,6 理論上你都懂得畫 按目測大概-4就退過來4格 6就退上去6格 所以你大約要畫到這點 還有我很強調告訴你 這裡有一條橙色的XSS 我會在這裡畫一個直角三明 我千萬不要向這一邊YSS Y軸夾這個直角三明 因為這個也是直角三明 如果你拿這個就死了 可以嗎? 你要拿圓著X軸夾這個直角三明 OK? 之後你就會把這個直角三明 逆時針方向轉轉轉 就拿到Anti-Cock-Rise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什麼是Anti-Cock-Rise 你看看你自己的錶 如果你的數字錶我都幫不到 但Anti-Cock-Rise大概就是這樣 即是沿著這個方向轉 逆時針方向轉 而事實上 如果你逆時針方向轉 即是這一點會被炒下來 是90度 其實最簡單你會怎樣看 其實這幅圖是什麼 我不如形容一下 如果你逆時針方向轉 即是打橫的這條紅色線 逆時針方向轉 逆時針方向轉 轉90度 所以其實這個紅色線 就是這樣發出來 這個是4那麼長 至於這個綠色的虛線 是否打直 如果你沿著逆時針方向轉 轉90度 打直便轉橫 所以這條綠色的虛線是6那麼長 而事實上 這一點 藍色的就是B點 其實B點這個 coordinate 是甚麼呢 你從這個直角三角的長度 那些邊長長度 你都可以看到 所以說 移過來是6 原因就是這裡是6 移過來是6 跌下去就是4 所以理論上 就是移過來是6那麼長 即是負6 然後跌下去是4那麼長 即是負4 所以其實你不難發現 B點是負6 負4 所以我會提及先 即來了 A part 我在這裡做 那我就會告訴別人 明顯地 這個一定有分 clearly 提及B點是甚麼 其實你是用肉眼看的 那你write down寫出就可以了 沒有步驟可言 可以嗎 B點就是負6 和負4 而事實上 它現在說 第二個步驟 就是 你找了B點 第一個步驟就是黃色的 第二句就是 M點就是 mid point of a b 不如我拿一支粉紅色的筆 好嗎 那我先連貫起ab 是不是就是這樣連貫起ab 而它說是mid point of a 所以理論上 我想大概M點就是這一點 不如我叫它做MXY 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才要找 而事實上 說真的 我也方便你溫習 做好一點點給你 這兩條線應該是一樣長的 所以我就會這樣說給你看 而事實上 我一來就開波 不說那麼多廢話 我就會說 Led 我們想找那個粉紅色M點 就叫做XY 我不再用那麼多color 我先用藍色 那那個粉紅色的X 究竟怎樣找呢 其實就是 根據mid point theorem 終點定理 就是把頭尾兩個X位 就是負4 和負6 加上它除2 所以其實就會是負4 再加負6 加上它 再除2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在這裡 上面是負6 加負4 就是 減4減6 就是減9 10 負10除2 就是負5 而Y呢 當然就是把頭尾兩個Y位 就是6 和負4 加上除2 就是6 再加負4 再除2 所以出來 上面就是6 減4 就是2 2 就是1 所以其實我們都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那個M點是甚麼呢 那個M點 其實就會是負5 和還有就是1 OK 所以A part也解決了 整件事搞定 順帶不如更新資料 那就是說M點其實就是負5和1 好嗎 OK 那 來的了 至於去到B part 看看B part問甚麼 他就問你 Is OM 是 Perpendicular to AB 究竟OM和AB 是否互相垂直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他叫你Explain your answer 解釋你的答案 好 那我拿回答案 再說 B part不如我們繼續在這裏 還有些位置 對不對 那如果你問我 他們是否互相垂直 那我看 OM是哪類 OM其實就是 不如拿著黑色筆 OM其實就是 在螢光幕的這條線 是不是 畫得很壞 畫好些 就是這條線 而事實上 我不知道他們這條粉紅色線 和這條黑色線是否垂直 那我們不如看 其實你不要忘記 O 其實它是有Corordinate Corordinate 是什麼呢 那個座標 其實就是00 所以不如我們就算 黑色那條線 我用黑筆 就是那個Sloop 斜率 那麼 M O M 其實就是Sloop Sloop 這個OM 就是這條線的斜率是多少 那麼 根據公式 就是 計Sloop 就是Y A 給了你兩點 那公式就是 Y2-Y1 Over X2-X1 如果你給我 我就會 Y2就是1 再減0 是不是 就是1減0 所以 所以 你不難發現 這個 就是 -1 就是 Over 不來的 至於 我們繼續下 計完 MOM 之後 就是黑色這條線的斜率 我又計下 這個粉紅色的斜率 為什麼我要計下 它們兩個斜率呢 因為 如果它們真的 互相垂直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的話 它們兩個Sloop 成為是-1 所以先找兩個Sloop 粉紅色的斜率 就是 MA Boy 簡寫 根據公式 會是什麼 就是 Y2-Y1 Over X2-X1 Y2-Y1 當然就是 6-4 6-4 再over X2-X1 就會是 -4 再減6 -4 再減6 OK -6 差點出事 再減 -6 OK 因為這個是-6 所以其實小心一點 所以你不難發現 這一塊 應該是 上面是 10 而下面是 2 約一約 下面是 2-1 2-5 10 所以出來的答案 應該就是 5 以事實上 不如我在圖那裡 不如不用記錄圖 由於我看到以下這些東西 就是什麼 首先就是 黑色的MOM 就是這個SLOPE 再乘以粉紅色的SLOPE 就是 MABOY 乘一乘 看看它是不是 -1 其實 黑色的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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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晶9 -1 1 2 -1 -1 約一約它,就是五一如五 第一下這個五和粉紅色的五約了 所以最後答案,理論上你不難看到這個是負一 由於兩個sloop成為負一的話 所以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即是黑色那條線叫做om 理論上就會是perpendicular 即是垂直 垂直於粉紅色的那條線叫做ab 所以理論上它說的話就是對 它叫你解釋,就解釋了 好,那就查一查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好,給你們一個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